Hello大家好,我是李空,欢迎来到漫画推荐系列 今天要推荐的是韩国异世界少女漫画推荐第三集 喜欢看各种漫画读者,欢迎留言一起分享你的收藏清单和心得 这个系列会以一次四部为单位 介绍有汉化组翻译的韩国少女漫画推荐 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李空哦 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第一位,恶女的变身 恶女的变身由Webtoon正式授权代理 故事讲述异世界中身为皇太子妃的两位候选人 身份高贵的公爵家公主美帝亚与伯爵之女赛基 一个是身份高贵的恶女 一个是天真烂漫的皇子恋人 最终在皇太子妃选拔上 由赛基胜过了恶女美帝亚作为故事开端 但是你以为这是什么异世界套路故事吗 其实恶女不是真正的恶女 她打算重新来过,发誓远离男女主角 或是逆袭异世界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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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美帝亚可是真恶女 她的心中有着身为贵族的责任 义务,骄傲,自尊 就在这时,两个女生的灵魂却对掉了 对掉之后的美帝亚 当然是要铲除一切障碍 不择手段将敌人找出来 让自己的家族免于被皇太子陷害的危机 对,敌人就是万恶的皇太子 不是白莲花赛基 虽然故事前面几话 放了许多谜底 让人物性格与背景都还不是很鲜明健全 但是到了后面的发展 就让人越看越刺激 无论是真恶女美帝亚 还是天使赛基 似乎其实都只是个秉持各自信念的少女 真正的反派 似乎其实是皇太子 藉由灵魂对掉 读者们不只可以看到帅气的美帝亚 一步步在凶险的道路上杀出一条真相 还可以看到真爱无敌的天真浪漫赛基 慢慢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的故事 当然还有一眼就能认出真爱的 希望是男主角的忠权和力 到底 有着希腊神话著名角色命名的恶女美帝亚 丘比特皇太子 蝴蝶少女赛基 会不会再出现什么反转与厮杀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夏洛特的五个门徒 讲述一个天资聪颖 百年难得一见的 年过百大师夏洛特 在经历风雨 战争 各种历史与国度的变迁 最终离开人间 并与自己的五个徒弟告别的故事 哦不是 那是他本来的打算 事实是 夏洛特在释放自己身体里的魔力之后 没有如愿的死去 而是回到了童年时期的模样 魔力也随着身体的变化而弱了许多 他左思右想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人生 唯一的遗憾 恋爱 有关 身为大魔法师的他 终其一生 没能常常恋爱的滋味 实在是遗憾啊 好在 他作为大魔法师 朋友以及中狗非常的众多 我们的男主角 后补 马上就以养父之名 成为了隐匿夏洛特真实身份的庇护所 但是 一切却从来没有像夏洛特想的那么容易 他那些性格各自富有独特性与魅力的弟子们 在他消失后都各自搞出了许多麻烦与问题 就是一个妈妈不在问题儿童纷纷抱走的节奏 除了帅气又恋母的男主角后补们 开始与渐渐长大 藏不住特别之处的夏洛特开始相遇 还有夏洛特身为大魔法师时 多年前杀死的恶魔似乎正在重出江湖 不得不让夏洛特重操就业 到底说好的恋爱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 哪个男主角后补股票会涨吧 第三位 某个继母的童话故事 某个继母的童话故事是少数在 韩曼异世界题材中 比较令读者匪夷所思的书名 一开始黎空以为可能是转身到异世界 然后莫名其妙开始养孩子的故事 听起来像是一个温馨快乐的养娃继 没想到前几集开始都跟黎空想的不太一样 女主角舒丽是一个花继少女 因为家中是偏山穷困的小小小小小贵族 而莫名其妙嫁给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有钱公爵 进而成为了一群刚失去母亲没多久的孩子们的继母 公爵大人似乎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才会选择在死区前找到舒丽 并把一切交给她管理 在公爵过世后 小少女舒丽不仅要面对儿女们对自己厌恶和恶作剧 还要和阴险狡猾的贵族们斗争 疲惫不堪的她为了守住这个公爵家 不得不封起自己的内心努力撑下去 即使她付出了自己所有的青春与名声 守住了这群孩子的家 但她自己却早已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在公爵的大儿子即将结婚 自己却无法参与的瞬间 她才发觉自己是时候该离开这个地方了 但是就在此时 她重生了回到公爵刚刚过世的日子 已经经过各种折磨痛苦 不被理解的过去 这次的重生让舒丽已经成熟的内心 看见了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无论是失去双亲可怜的孩子们 还是争权夺利狡猾的大人们 舒丽已经不在畏惧 并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盟友 冷静地判断局势 并在过程中找回过去没能拥有的幸福 舒丽的作为改变了未来 自己也拥有更加宽阔的视野 不知不觉看着竟让离空觉得很感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非常欢迎跟大家分享你的心得 或是其他观察哦 其实无论是在看《异世界》系列 或是《转生》系列 在漫画中 离空总是能在这些坚强的女主角身上 学到许多东西 那些重新来过的少女们的共通点 其实都是相似的 她们不畏惧恶势力 她们懂得找到优势 并冷静判断局势 她们不贪图他人的东西 只在乎让自己活得更加精彩 她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在乎真爱的人快乐与否 她们知道要保护自己与爱人们需要力量 力量不是用来攻击别人 而是用来守护家园的 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我们不会像她们一样重生 我们难免会因为不成熟 没经验而害怕 逃避 错过 失去 但或许这些故事 可以带我们看见不同的可能性 第四位 魔法师的女儿 大魔法师的女儿 小女主角 梅贝尔 有点像是魔女的逆袭中的莱丽丝 虽然梅贝尔似乎没有过像莱丽丝 原生家庭那样 扭曲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而且梅贝尔并不是亲生女儿 顺利的回到了亲生父亲身边 两人处境有些相似 都在新生活中展开了一场冒险旅程 不过 魔法师的女儿当中 还掺杂了许许多多的魔物 其他生物的魔法世界 让梅贝尔像是一个掉进洞里的爱丽丝 展开了奇妙冒险 并找到自己的价值 不再被贬低 虽然过程艰辛 逃离讨厌的激养家庭后 还得跟他们重逢 并受到欺负 但相信梅贝尔一定会战胜原本欺负弱小的那些人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的韩国异世界漫画推荐第三集 如果你有喜欢的漫画 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阅读心得 也可以推荐你的收藏清单 喜欢的话也可以帮离空按一个赞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